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咱们今天继续来关注中国的疫情 这个疫情在中国现在持续的蔓延和升温当中 情况非常的不乐观 目前来看 各方面的小道消息 录音 视频 会议记录 在网络上传的满天都飞 什么消息都有 咱们需要辨别真假 但是综合信息来看 北京或者中国这次可能下了一个大的决心 它要快速过风 换句话说 翻译过来就是应死 尽死 这个事情非常的可怕 我今天必须要花点时间 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 好 怎么回事呢 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北京这次疫情特别的迅猛 让人感觉回到了2020年那个年代 很多人在家里边莫名其妙就感染了 甚至有些人传来说 我们20多天没出门了 全部自己封在家里边 但是居然莫名其妙地感染了 有人怀疑是上下水 有人怀疑是各种情况 还有人怀疑说政府投毒 说什么的都有 但是这个时候网上出现了一则录音 据说是北京某医院内部的录音 现在咱们没有办法听到这个坚实这个真假 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先看一下这个录音 他到底说了什么 处于瘫痪状态了 昨天下午四点 北京招募所有退休的医护人员 重返岗位 所以现在广州也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第一波是非常严峻的 看来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不是躺平了 其实才是开始 美国是去年7月份放开的 那么放开以后呢 第一波症状都很重 就跟我们今天的症状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美国基本到第九波第十波了 所以现在几乎没什么症状了 肯定感染是百分之百的要被感染 而且要感染四五波 这个是大家做好准备的 所以但是一波症状比一波轻 但是现在我们在一个月内面临的全是第一波 那么第一波症状就很重 美国为什么他7月份放开 他敢放 他是前期做了大量的国民准备的 家家都是备了养保家的 所以呢 他没有养保低 是不到医院就诊的 所以要尽量减少到医院就诊 第一波到医院就诊 第一医疗对击 第二根本得不到救治 所以死亡都死在这个医疗体队上 好 那么就是怎么对症 那么从这 从去年7月份放开到现在 整个医学界的共识是对症 不要用复杂的药 越复杂也危险 抗生素绝对不能用 只能用克感敏和泰诺这一类的 那么现在呢 什么清温胶囊千万不要用 因为他的肝毒性已经在上个星期的 Nature杂志上已经发表了 他的急性肝损伤是很严重的 好 那么录音听完了 这里边我们可以提取一个有效的信息 就是这次的疫情绝不是说 已经躺平了 要过去了 不是的 而是刚刚开始 换句话说 美国当年放开的时候 所谓躺平的时候 全中国一直在笑话美国 对不对 那会好多人跑来留言 你们美国死几百万 对 那么中国要死几百万呢 也就是说中国 按照这个录音的说法的话 中国可能要重走长征路 或者说是补人家的作业 也要开放 那么伤亡会有多少呢 所以这是这个录音的一个部分 然后我们再来看网上 流传出的一则所谓的 卫健委的会议纪要 我们来看图片 那么这个会议记录看起来有鼻子有眼的 但是我们暂时也同样无法去印证 官方也不会给回应 但是有名字 叫李进涛主任 说北京最近出现这个疫情 传播非常快 政府压力非常大 提出以下的要求 总结来说 我就不给大家念 你们自己看吧 大概就是什么 120啊 车呀 及时能够转运 所有休假的全部上线 然后呢 病床问题 尽可能的在这个医院里边 搭建临时的遮阶床啊什么的 不要收床位费 然后这个什么按小时收费取消 然后呢 把这个能输液的地方 什么体育馆什么的 特事特办 能输液的地方 在体育馆也要输液 老百姓上了急救车了 三个小时协调不了医院 最后又送回家的情况 不允许再有了 那么它里边有详细的数据 海链区 有多少家医疗机构啊 几集医院几家呀 等等等等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如果挨个人念太浪费时间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这些医院 他们在做一个 就是说协调工作 那有人说 这不是好事吗 人民福墓 不是 不是 我们后面会想起说 目前来看这个卫健委做的对不对 对 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这个卫健委 确实是在开始干人事了 它在开始解决目前的问题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事情 如果把它放在2020年 砖头都要去定一个锦旗 给北京卫健委送过去 好样的为人民服务 可是问题是 现在这个事情是2022年的年底 马上2023年了 三年过去了 还在用应急的方法紧急去凑 救护车 紧急去凑这个病床 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官方在这之前毫无准备 这次的疫情 闹这么大 中国官方至少卫生部门毫无准备 所以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为什么前面说叫应死尽死 听起来特别吓人 对 这事麻烦就麻烦在这 我们来做一个横向对比 你要知道 美国英国等国家之前曾经开放 那么开放过后人家做了什么 我们做一个横向对比 你就看到 中国你现在不是说你愿不愿意做问题 是你愿意 就算你愿意做 你有没有能力做到人家欧美国家 曾经做到过的地步 这是一个硬伤问题 观众朋友们 美国当年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看这个图片 这种夹在手指夹上的东西 这叫什么 叫血氧仪 那我家还有一个送的 那个时期 美国搞大量的促销 甚至诊所就会送你这些东西 如果你出现不舒服了 把这个夹在你的食指上 检测你的血氧饱和度 我现在也不容易 一个文科生活 不容易 因为它的原理是什么 觉得挺神奇的 不用抽血 也不用干嘛的 夹在手上 就能知道你的血氧饱和度 那么它的作用 就是拥有一个快速的区分 让老百姓知道 我的血氧饱和度低于多少的时候 我必须去医院 因为是要呼吸机 而我血氧饱和度 在多少的情况的时候 我可以自己在家居家治疗 大家不要小看这瓶个小东西 这一个小东西意味着 它可以让百姓 尽最大的能力 去避免挤兑 目前有限的医疗资源 我们都知道 这个社会正常运行 如果说突然大量新增的病人 比如说一下一百万病人 那么不可能 在这个社会正常运行的时候 有哪个医院 能够一下容纳一百万病人 因为平时 对吧 跟餐馆是一样的 你同时准备这么多食物 吃不完就浪费了 医院也是如此 你同时准备这么多东西 你就废掉了 所以必然会出现什么呀 暂时的资源紧张 很多时候 包括现在也现在中国 很多地区的医疗资源 是怎么没有的 其实恰恰是那些 最需要被治疗的人 但是他们现在暂时得不到治疗 因为医疗资源被挤兑了 因为号都排满了 因为病床都躺满了 而且这些病床里边 还有很多特权阶层 还有很多老干部 离休等等这些人 所以你算一算 这些都被排满之后 中国的医疗资源就被填空 有一个萝卜一个坑都填满了 那剩下的人在医院外面 那不就只能等死了吗 医疗挤兑 实际上是很多的老年人 在这次的新冠 不管是什么变种 他们造成死亡的直接原因 因为他们得不到护理 你进了医院了 好歹了 对吧 护士给你量着血压 监测你的血压饱和度 加一个这个东西 你的心率 不行 至少离ICU还近一点吧 先别说你家里有没有钱 对吧 有钱的话 你近一点 你不能提前能得救吗 但是没有 医疗资源饱和了 所以大家看看 中国现在疫情的真实情况吧 放开之后 整个中国各地方都出现了 太平间不够用 焚尸炉不够用的情况 北京八宝山 那个排着长队的车的图片 现在被全网封禁 不让拨 石家庸这边 现在也开始出现了 大量的拉尸体的车辆堆积 但是来不及烧的情况 当年武汉一样出现过 但是被批谣了 时隔三年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 还不相信这个事实 中国的老年人 经历的这场劫难 在中国政府突然躺平之后 在三年之后 再次完美上演 而且这还不是更可怕的 观众朋友们 更可怕的是 中国薄弱的医疗底子 在这一次突然躺平之前 完全的暴露在了 全世界范围面前 也就是说 之前中国吹自己 厉害了我的国 把中国所有最精华那一面 展现的世界 高楼大厦 陆家嘴 看起来很牛逼 很先进 对不对 但是这一次的疫情 将会把你这个皇帝的新衣 全部撕掉 让你看到中国最基础的薄弱点 怎么回事 你们要知道 中国的卫生医疗 一层层往下 到了乡镇一级 它会有一个东西叫卫生索 听说过吗 卫生索 也是看着 就是地方上 你看着 也是穿个白大褂 但是你在这个卫生索里边 你找吧 你找它的医疗器械 你能找到注射器 你能找到听诊器 运气好的 你还能找到一个 那种圆圆的带头上 反光照你耳朵 看看耳朵 有没有发炎的那些东西 体温计 血压仪 弄点棉签 然后你就找不到 其他东西了 什么血氧浓度 呼吸机 稍微先进一点的医疗设施 你找不到 因为没有 目前来看中国方面 我现在还没有来几天汇总 但是中国方面 自己就已经播报出来 一些地方上的数据 乡村已经开始缺药了 村镇一级的卫生单位 他们的药根本就不足以 支撑中国农村的那些 留守的老人 他们患病的这么一个需求 很多乡村一级的 没有药 只能想办法去县里面 县城 但你知道 一个县城辐射多少个村 多少个乡 这么多的病人 一下拥挤到县城 县城的医疗资源 也被挤兑一空 完全瘫痪 所以目前来看 中国就像我之前 那个前两期节目说的一样 中国这次的新冠疫情 放开之后的死亡的大头 不是在北上广深 而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 而这些人 他们的死亡 甚至连个数字 都不会出现在 中国的官方报告里面 因为中国官方报告 它要脸 这个时候很要脸 没面子 所以它不会说 但是未来历史 会有一个公正的判断 就像当年所谓的 三年自然灾害一样 你们会看到 在未来几年 或者若干几年后 十几年后 你们会看到 中国的人口 会在这段时间之后 一个大的一个空圈 老年人口的大的比例下降 说白了吧 美国英国人家敢放开 是因为人家做了充分的准备 就像咱们说的 血氧仪 增加的床位 呼吸机 还记得那会儿 美国开足马力生产呼吸机吗 新闻咱们还报道过 对不对 最开始的时候 美国医院家家户户缺呼吸机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呼吸机数量严重超标 开始往外送 就是这个国家 他强大的生产能力 按说 不是应该是中国更强大吗 因为在有些时候 中间没有那些贪官污吏的 这样上下其手 人家集中力量办大事 不是只有你专制体制能干的 在民主体制的某些区间 人家只要集中力量 专心要办成一件事情 也是可以办成的 人家中间的火耗损耗更低 整个美国的社会 其实你会看到 这个就是一个国家国力的体现 美国很多看不见美国大农村 你知道美国大农村的那些医疗诊所的水平 放在中国任何一个二线城市 那都是最好的 进去以后 那个单独的病房 单独的病床 去检查里边 护士等等 那一切东西 以后有机会 我如果再去诊所的话 我给你拍一下这里边的样子 就是一个普通人 你可以在国内享受高干病房的待遇 在这种护理下 人家国家还付出了那样的代价 才让这个社会重新开放 还别忘了人家的疫苗 人家的特效药 人家的医疗护理 这三部曲 三板斧都加上 那现在中国 你完政府躺平了 完全没有做准备 你就知道 接下来应死尽死 所以今天我说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另外一盘大气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采取 这么极端的态度 这可能永远是个谜 它官方不会说 但是我今天全网 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 但是我认为 我独家的一个分析 因为它在追赶美国的脚步 它等不及了 观众朋友跟你讲 它等不及了 为什么 现在中国的经济 前两天刚公布的 有史以来最次 改革开放 这几十年来最次的情况 中共高层慌了 他们真的慌了 中国经济如果搞成这个样子的话 要全面崩盘 他们的统治阶层和基础 也不复存在 虽然这个预期 咱们之前说过 他们这么搞 早晚会有这一天 但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不撞蛮强不回头 不到这个地步了 他们永远想不到 就是哭成这个样子 所以抓紧要补 那怎么补 你中国疫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需要两条路 要么你群体免疫 要么你就是有充足的医疗资源 这两者现在中国都没有 那中国从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挑一挑 哪一个路线 我去弥补 抄这个作业 抄得更快 支付的代价更小 那么说 如果说是要搞全面医疗 资纳医疗投入 护士 你要大规模培养 这就不是短时间能搞定的 基本上在医院来说 一个医生 周围要有很多个护士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这个病情 不是需要医生24小时 就是叮咚那里 医生每天早上起来 过来搞一下医嘱 剩下很多工作都是护士完成的 这个在学医的朋友里面 都知道 医学院的朋友都知道 对吧 所以护士的培养 你现在来不及 第二病床 病床不是你拿着床都完了 相关的配套设施 每一张病床旁边的血压仪 这些相关的设备 这又是一大笔开支 中国现在还有这个钱吗 至少地方上都穷得要死 第三点 就是整个大规模医疗投入 这个是没有好处的 中国要把医院打造成支柱产业 什么叫支柱产业 李克强说的 这是能赚钱的地方 那现在还要往里投钱 大佬们不愿意投 所以这条路 这三个方向都被pass了 那么只剩最后的另一条路 群体免疫 虽然国外的群体免疫 是靠着这些 有这些医疗的三板斧 把旁边撑着搞群体免疫 但中国说了 那我们就 对吧 搞一个弯道超车 我们搞一个 我们就直接群体免疫 直接让病毒最快速的 把中国中国洗一遍 叫快速过风 就是尽快感染 应感染 近感染 应染 近染 那最后下场是什么呢 就咱们前面说的 应死 近死 因为你没有保障 这条路是目前中国追赶世界 客观来说 最快的路 也是最残酷的路 您懂了吗 中国靠了这波 美国一轮 两轮 三轮 四轮 放开之后 中国同样靠这个 一轮 两轮 三轮 四轮 几轮筛选过来之后 全民产生抗体 然后到明年 春节后 或者更快 他还要想着要开工 要抢订单 他要想办法 挣钱 官老爷们兜里空了 要挣钱 所以他玩这套玩法 弯道超车 但我们知道 能量是守恒的呀 重力适能转换成动能 那中间这个环节 怎么来弥补呢 老百姓的命去填 就这个道理 所以观众朋友们 砖头每次听到 有这个粉红 舔上个大脸 跟那说 我们弯道超车 东升西降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想看看 他那个背 那个一脑门的 奋户大的岛子里边 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 弯道超车 你想得美 谁告诉你 你能弯道超车的呀 我们都知道 所谓的弯道超车原理 就是双方你的速度相差 差不多的情况下 你因为过弯嘛 你的转弯内道的路途 要比外道要近 所以你想弯道超车 但是你要想一想 你想弯道超车 首先第一点 你的速度要跟人家差不多 第二点 你要切入内道 但现在问题 真实的情况就是 你要想切入内道 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么有医疗硬件 要么你有抗体 要么你有疫苗 要么你有特效药 不管你有哪种 你得有一种 让你能够切入内道 但是你中国哪种都没有 所以中国现在真实情况就是 你不仅在转弯的时候 在整个世界都在转弯的时候 你中国没有切入最内道 反而你的最外道 最内道 人家是腾温拓海 还开着最改装完的超级八六 人家还用的是排水区过弯 超级短的距离 您老人家呢 开的也不是人家高桥梁界的FC 你自己开的赤梁 是吧 金杯 你过弯 你弯到超车 你超你哪那个爪 你拿什么超啊 什么都没有准备 三年了 什么都没有准备 所以啊 针对中国目前这个混乱情况 砖头给国内的朋友 或者有朋友在国内的朋友 给你们几点建议 您斟酌的来 首先我跟大家讲 这一次的疫情 在网上什么声音都有 我之前说过 有些人为了解封 为了自己的一些私利 他在宣传说 这个东西是大感冒 不重要 不要听信这些人的话 病毒就是病毒 千万 这是我一贯以来的观点 病毒就是病毒 能不感染就不感染 所以不要浪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不要相信什么所谓的 我赶紧羊 我早羊 有抗体就没事 现在根据我手里收集的信息来看的话 北京已经出现了第一批羊了 又阴了的人 现在又羊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最早期武汉肺炎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给你们做过那个细胞啊 包括那个病毒的那个截图 可以给你们分享过那个图片 病毒如果出现快速复养 只有可能是这个病毒已经变异了 咱们之前说过 病毒它进入细胞之后 它上面有两个那个突出还是什么玩意儿 细胞就靠这个识别这个病毒 那么它每次变异之后 它上面那个特征会变换 变换之后 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不认识它 所以你之前感染的是张三 张三进了以后 变成网五照六之后 再来你的免疫系统就不认 换个马甲 你的免疫系统就不认 那么反应过来 就是你再次抚养 症状什么咱们不说 所以这一波的疫情 会催生出很多新的变种 当然不是说这个新的变种 就一定比奥米克风更厉害 这个咱们还要等具体的 他们科学的数据出来再说 但是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在整个世界都得密切关注中国 因为整个世界都快结束的时候 你中国突然整这么一出 就像在阳谷你知道吗 就像在阳谷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养了以后就没事 你养了之后 你体内自然而然的 产生出的那种天然的抗体 防的是之前你感染的那个病毒 但是它未必防得住 经过广泛传播之后 突变的那个病毒 所以中国再次回到了2020年 就是还是那句话 没有别的办法 还是只能把自己封在家里 如果你想安全的话 如果想尤其你家里有老人的话 想他们安全的话 把自己封在家里面 就我现在说这话我特别的恶心 因为我两年前 我三年前我说这话 我没想到我三年后 我还要说这个话 三年了 狗屁都没干 算了 我又气得我有点那啥 所以现在没办法 没别的办法 这波高峰从北京开始 全国扩散 高峰可能会在春节期间到来 在这期间内 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你自己躲好了 哪怕说上下楼什么气中胶传染 那也比人群聚集感染之后 产生的效果好 就这么回事 家里有老人的 有基础病的 有体弱的 尽量避一避 最后一波疯狂 hold住了 别浪 只能这个办法 没办法 本来有一万种方法 但因为中国政府 这三年什么都没干 所以你们还要 只能回到游戏最开始的 那个状态 重新去打通关 没有别的办法 回到咱们刚才的主题 应死尽死 中国这一波玩法 你清楚了 看到这个国家的本质 一将功成万古苦 根本底层百姓 就说中国人 为什么对于权力 有那么大的欲望 这个咱们必须得客观说一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突然真的是 有点理解和同情 有些中国人 为什么有些中国人 那么的钻营 那么的想往上爬 农村底层想往上爬 为什么 这是因为在中国 农村的底层的这些人 真的是赤裸裸的 就是炮灰 就是连韭菜都不算 韭菜割了好歹还是吃的 他们就是炮灰 所有出了问题 社会出了问题 都是这些人来承担 包括当年什么 什么改革开放 说下岗 巴基就下岗了 买断功龄 下岗等等 你看哪一次都是一刀切 包括什么计划生育 所有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去承担这个后果 计划生育 搞得是吧 家家户户只有一个孩子 一对夫妻养 两对老人等等 这些问题 都没有解决的时候 又咔嚓来心的 绝望 真的是绝望 没有任何的办法 所以我首先把这个话题 给大家说明白 中国目前情况 就是这个情况 这是我目前 我至少我所知道的 独家的分析 对于这个话题 你有什么观点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可以认同 可以不认同 没关系 咱们可以留出您的建议来 留出观点来 哪里不认同 哪里说错了 一二三四 是吧 咱们可以讨论探讨 但是目前来看 我仔细想了很久 抛去所有的 不可能的可能性之外 留下这个 看起来再怎么难看 也可能就是最终的事实了 所以这个话题 咱们也是留在这里 视频留在这里 等待后来验证 这到底是准还是不准 好了 今天的话题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